翻译歌曲,以後, 并不及休息, 不及正式, 那種是像米蘭日巴的那種, 米蘭日巴是密宗的, 就是密宗修寫報生的嘛, 那種是達到了也是小城還是大城? 那是大城,密宗都是大的, 秘宗的大小就是以见地 他走的见地还有他的发心吧 还有宏德发心 后期都是在修禅定 对 秘宗虽然是在三国连住之修 但他是走中关嘛 中道 他的最高支界是中关嘛 都是同一的见地嘛 中道嘛 但是我们对真道的了解 其实迫及窃项才是中嘛 因为你要是说过去未来 这中间肯定不是了 如果是说不思有不思空 这就叫中道 你不在二元对立的 这就叫中道 不偏空不偏有 不偏善不偏恶 不思善不思恶 这就是中道 当下的中道 还有你当真正的获得中道 你就是破进一切下 其实你修中脉啊 或者很多人 破进一切下 你就是中脉 因为那个中脉是宇宙的中心 不是你的头头灌到那个 你从头顶灌到你的灰影穴 你那就叫一条线 你知道吗 真正的中脉是通切彻地的 和宇宙合一的 你走到哪 如果中脉通达的走到哪 你都是宇宙的中心 不管你在哪 因为宇宙是没有族形的 知道吧 所以你要想中脉通 你都破一切想 所以这个角度是站在圆绝的 你是个球 是吧 你是个圆绝的 你的中脉是 怎么都是中脉 知道 所以没有头朝下 头朝下 头朝上 没有东南西 没有这种东西 球哪有啊 你要是个撇撇 那就有上下 你三围的不是个平面 三围的长环高 还不是平面 还立起了点 你看 二围的不是个平面 你看很多空虫是二围的 他站在 他在房顶上走 他是掉不下来的 知道吗 他又脚上没吸牌 你看 一直从这在房顶上爬 他不会 地球引力吸不下来 为什么 他在二围角度 所有的 他所有爬过的地方 都是个平面 他没有长宽高的概念 知道吧 他所有的 这个世界对他是个平面 所以他怎么能掉下来 并不是他有吸牌 也不是地球引力不够 是他的维度不对 他维度在二围 平面世界很无聊的 苍白无力的 很简单 生老病死可能就是 所以一年四季也就是三季 可能二季 这就算 对你来说 四季风鸣 是吧 你活得更丰富了一点 维度越高更丰富 世界更丰富 色彩更丰富 是吧 但也更容易被控 人生命觉得 好精彩 玩得更不易乐 是吧 所以有天也会也的 玩得初时空玩 玩玩玩了回不来 是吧 太好玩了 是吧 二维的 维度越低 觉得更苍白 但是他也只要满足 哪个维度也满足 他都有各种满足感 这叫游戏吗 神通看了以后 他会不会就是说 嗯 就一下就执着 那个 神通看人啊 始终是引人而已嘛 有的人不执着 有的人就执着嘛 有的人好奇嘛 好奇他就炫耀一下 他也不是多有名利心 他就是好奇 哎呀 你看我头上能做个什么东西 他就想玩一下嘛 就像孙悟空呢 就是逃嘛 玩脸啊 就是就玩一下 没啥名利心的 但是他也想 就写笔马文帝 你说我笔马文帝 才给我这么小个官 我要当玉皇大帝 你看他孙悟空还知道 他要当玉皇大帝 然后跟玉皇大帝说 皇帝隆隆坐的嘛 你怎么坐这么久不下去 让我坐坐嘛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他就坐进去求求 你觉得人类的名利心 很讨厌啊 觉得你怎么利欲凶心啊 孙悟空说话 不打逼马文 因为他开始打逼马文 他不知道关销 然后别人告诉他 逼马文关销 他就要当玉皇大帝 他当官为什么 他也不知道啊 这叫 这叫 就像赤子这些 他是玩的 他只是觉得 好像地牢而坐的 那个地方比较好 为什么 这种就不叫利欲凶心 就是小孩子那种习气嘛 所以这种 大家看完孙悟空这种 名利心 大家都是逗得被他 逗笑了嘛 我不要当逼马文了 我要当玉皇大帝 大家多拉 大家没觉得他是利欲凶心的 我们经常把自己 搞得太隆重 觉得自己是个玉皇大帝 我们是孙悟空 有时候我们那些 名利心也是就像个小儿科 你那种名利心不算傻的 那种没计划 没组织的乱冒 然后突然想到玉帝 突然想到个毕马文 不是乱动吗 这种乱动没啥的 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 承重 觉得自己名利心 名利心这么重 原谅自己 自己就是小孩子嘛 就是定力不好乱动嘛 谁不想当到玉皇大帝 再回去骑马呢 骑天马会有翅膀的 天天想当毕马文 是吧 实意想当玉皇大帝 是不是 实意说 骑马有啥好呢 骑马有啥好呢 骑上不得下来嘛 玉皇大帝多好啊 天天说 我还是骑马嘛 那俩翅膀太漂亮了 都没有什么 当玉皇大帝 当那个 骑个天马 猴子骑天马在天上飞 挺好的 别把生活搞得那么复杂 是吧 人家不过玉皇大帝 不让他当 你骑马很有可能实现 是吧 有时候有些理想 达不到的时候 往地教一教 是吧 开心啊 自己找开心啊 生活已经这么沉重了 为啥自己再给自己弄点什么负担呢 是吧 修行千万不要凶得那么一本正经的 然后好累啊 好复杂 好执着啊 反正我们有根本无名 你断不进 你就在生命轮回 就这么简单的事嘛 然后修财地可以 对吧 财地是什么 写从绝而不动开始 绝不是能绝所绝什么 只是说不要你动 但什么都知道 就是这样子 知道啥 不知道 不要说 老师我知道这个扇子 我很喜欢 但是我没动 你这叫动 你这叫动 知道不是叫你知道啥 是你不动 为什么说你要知道是怕你变成一个虚空 怕你变成虚无 怕你变成草木丸实 所以说绝而不动 但并不是让你在那 能觉得全世界都在伤害你 然后你没动 你这叫无名 知道吧 绝而不动是做人来 不要动 不要认为全世界都在伤害你 也不要认为你在伤害全世界 你不要 这种认知就叫乱动 知道吧 这是直接啊 这点要搞清楚 你才能修绝而不动啊 修直观啊 是吧 修耳根源头 你首先你要知道 安住在声音上 因为你意念总得有个落寿嘛 你开始乱想嘛 安住在声音上 写不要分别动静 但是有时候你本能分别嘛 我一说话你就知道是女人说话 这种本能随着你沉浸 随着你定一段时间才能去掉 这叫动静二笑 本能的去掉就叫动静二笑不生了 为什么本能的会去掉呢 是因为你耳根亡了 知道吧 六根如果你没有六根怎么有本能呢 是吧 有耳根才有本能的反应声音嘛 根层脱落的时候哪有本能呢 是吧 你本能也是个妄想啊 是吧 你的六根就是妄想建立起来的 但现在这个结构往下一开始破不了 解除这些是吧 不结构的破嘛 那就听不到了吗 天人出来不有耳朵听声音啊 当然有天我听不到就知道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源头 第二步就是说你绝于所绝空嘛 你的声音是感觉到的嘛 你耳根脱落就不是你 而且是静闻不住啊 你根层脱落以后呢 不是你听不见了 是你静闻你无所住 你现在住在耳根的分别室里边了吧 他说他骂我的 他夸我的 你这不分别 现在不分别了 随便留了嘛 是吧 你不会被他影响了 但是声音还在那 而且因为你六根耳根的生存脱落了 所以不能说是你本能也没有了 因为本能就不是有这个东西吧 是吧 而且你对声音就进入了天人的等级 是感知 你觉得他在骂你 就是觉得声音 不是能不能说你听闻了嘛 你没耳朵怎么听 是吧 到最后才能照 声音是你照出来的 照见五佑接空的照 绝还有个我照 你更不对 更深一处了嘛 是吧 关心一步让他照见五佑接空 不是说真的看见有个五佑 然后这个五佑空了 没有这种观念 是吧 根本眼睛里没有五佑 是吧 这叫五佑接空 你不是说他照见了 哎呀 照见有个五佑 有个众生 然后转成个 把这个五佑转成个智慧相 转成个佛 这个就错了 那么所以观世音菩萨后边就马上跟你解释说 无无名 也无无名净 如果有个五佑 那就是有无名众生 知道吧 那五佑接空的样子就是把这个五佑转成个智慧啊 是不是啊 赵介五佑接空后面解释的说无无名 业务 无名净啊 没有无名 这叫五佑接空啊 那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正开眼中事都是佛啊 没有无名都不是智慧啊 说没有智慧可得啊 连这个也去掉了嘛 那他正开眼是什么 都是空心啊 是不是 没有无名这回事啊 这是等觉菩萨的经节啊 没有无名 众生没有无名这回事啊 也不是通过修正无名净了 这不是心经里面 你们心经比较熟吗 既然没有无名 也没有智慧 也没有智慧可得 也没有无名净 你修个啥 所以从一开始 你的心就可以不动 就可以得到啊 如果你必须通过努力 你怎么能不动得到呢 你想想 你考大学不得拼命地背书啊 那如果你 你能够不动得到 那说明你本来就是嘛 是吧 只有佛学是这样修的 你看你 如果你开始不是 你是个无名的 我肯定让你背三藏十二步啊 你考大学不得背很多树里花 你现在想成佛 你不得把佛经全背书啊 是吧 然后慢慢琢磨 悟透啊 那么说你不动就可以啊 你是乱动啊 三藏十二步都是告诉你 怎么不动的 因为你慢动得停不住啊 你不相信这个道理 所以你本来就是先不动 回去啊 就像你是个大海 所有的法界 根层石都是大海上的浪花 只要大海不动 浪花总会回来 六个六推六推 总会灭去 是吧 然后你再了解这个浪花也是虚的 大海也是虚的 这种感觉啊 浪花是假的 所以到最后没有真假这回事啊 没有众生成佛这回事 也没有任何一个众生要成佛这回事 继续吧 没有众生 这就是金刚金锁 众生像不可得啊 佛像也不可得啊 但这个需要在修正的过程中 就是梦醒的过程啊 就是你是个男人 知道吧 你已经是个男人了 你没必要继续证明你是个男人 你现在是个男人 你失忆了 失忆了 坐在这 你现在你本来是佛 你现在说你是个众生 你失忆了 是吧 记不起你佛性是什么样子了 你已经是个男人 你现在失忆了 说我不知道我是个女人还是个男人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我把过去的都忘了 是吧 那是为什么 是失忆了 我们我们所有的让你 是吧 就是让你治病嘛 回忆起来嘛 是吧 那所有的修正都是自失忆的 是吧 你只要 只要好了 是吧 你不失忆了 你马上知道你是个男人 你不用证明 你不需要证明你是个男人 不需要成为一个男人 所有的治疗就是让你病好 并不是说让你变成一个男人 因为你本来就是个男人嘛 现在你本来是佛 你只是无名了 忘想了 所以你变成众生了 所以现在治疗众生这个病啊 不是说让你最后变成一个佛 是 你本来就是个佛 是吧 让你回到你本来样子就行了 停下来 回去就行了 让你记起这回事 就可以了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佛嘛 按住在这个界地上修嘛 所以整个修行 不管多漫长 它就是个觉醒的过程 就像你的失忆治好的过程 当你的失忆一点一点治好了 你马上做就做 我就是个男人 不用证明的 你现在是 我不知道 我迷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佛 我是个众生 是吧 因为你有众生觉得众生就是那样的 很无名 啥也不会啊 什么很无奈啊 很脆弱啊 而且一切都在沉重 患过生老必死里边 很孤独 很基本等等 佛说这都是病啊 你这都是得病了嘛 因为得病了 现在你想不起你是佛这回事了嘛 佛法就是治病的嘛 治你这个无名病的嘛 你这个病叫无名啊 是吧 你叫妄想啊 所以现在佛就治病啊 治完了你坐在这 我就是 我就是个男人 我就是 我不用证明啊 我也不是说通过治疗 我变成个男人的 变成个佛的 把病治好了 我就是啊 我认了 我知道了 我全身心的知道这回事了 这就成道嘛 难道不简单吗 停下忘下 这是停下忘下需要时间 因为他停的不是只是一道的 因为你是个圆觉的 你认为你是个 你要是个佛 那你就是 你本来就是像摩尼柱一样的 摩尼柱一样的 你本来就不是 人道的智慧啊 是吧 你有三界六道的妄想 你要停下 而人力的妄想 你是能察觉到的 我今天不开心 是因为他骂我 其他道你不知道 就像其他师兄啊 或者其他道的影响 你不知道啊 是吧 舒适的影响 你不知道 这些妄想你停不了 你不知道 威胁妄想 是吧 过去生对你的影响 你察觉不到 所以你就要甚深惨顶 所以为什么 坐坐地上要修正啊 是吧 你在做事上 你只解决这个世界的不行啊 成道这回事 你说这个世界的事情 我没烦恼了 我全放下了 不行 那是很粗重的冒险 甚至你不呼吸 都是很粗重的冒险 本来就不呼吸 需要呼吸嘛 分大无处不在 是吧 但这个威胁的你不知道啊 你需要进入餐厅才知道啊 才能迫近无比啊 我一个时候以前做梦的时候 知道就是人们在水里不呼吸 那是个小说了 那个不是的 那是那个在印度学法术就可以 那像我们那种在讲的 它是不是需要一个万在的环境 因为我上次就是说 在睡觉的时候 有个声音跟我说 他说时间不多了 这个意思就是 你浪费太多时间了 就是你总是在 你总是在虚度嘛 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 你自己对自己说的 对 就内心还是 因为时间吧 永恒的 我们不会死的 所以时间多的是 有时候会说不多了 因为你们太贪玩了 因为我们会永生 你知道这解释吗 你不会死的 死亡就是一个 这个像变成那个像 那个像变成永远 你只是认为时空 因为你看不到其他维度 所以才会认为你死了 从这个维度 翘到另一个维度 你应该担心的是 别掉下山道 是把下山道比较苦 虽然永生 但是你掉下山道 体验的比较苦 知道吧 死亡这件事 不会发生 不断的变化相貌而已 这个其实也不用担心 这个机器烂了 换了一个机器活 烂了你维系它 烂就烂了 好好治 打点补丁也能活 但是活不好 其实放弃了 但是不要自杀 我觉得自杀是一个 很负责任的问题 这个倒不是说自杀 我对我的支持 因为很多爱你的人 不希望你死 你要活得负疊责任 不能只你想死就死了 那你对大家有个交代 开始还有父母要交代 还要对孩子就有个交代 还要对众生有个交代 是吧 诸佛部上都 你无缘故 你放弃自己怎么可以 是吧 因为大家都还情欲未尽 都还觉得大家 而且你欠债的那些人 也不想你死 是吧 你欠债不还了吗 是吧 所以为了对大家有个交代 自杀是不可以的 但是确实这个身体 如果很难受 而且换成其他身体 也不见到世界换死 很智慧地看生死问题 在没成到以前 是吧 但是别掉下山道 像我不建议去下山道 去体验生活 因为他太辛苦了 而且求不出气 是吧 你就求菩萨 地藏我菩萨 老年也蛮费劲的 知道吧 就是那样 其他的不用担心 慢慢修 你想学小春就学小春 大春就大春 只要你第一点的认识 随便学 是吧 法门无量啊 八万十千法门 包含生活 去喝拉扎税 包括其他宗教的法 全部收为你郎中啊 都是工具啊 哑身啊 刀甲的什么 这个宗教 那个宗教 只要他有一点点 你能用的全部拿过来 去其精华 去其照顾啊 佛的第一笔在这 剩下的都是方便 善巧方便 把上面的搞通了 搞透 中医 哑身 西医 都可以学啊 那他啥呢 情情说话 那不就是为师打服务的 医学不就是为 这个肉体服务的嘛 心理学哲学 有时候是 对心灵执行层面 能起点作用啊 是吧 各种是 那其他的都四大 但佛说这个心腹是一员的 佛学里边 所以这个四大 在佛眼里 一水火风空无处不在 他是心腹是一员 到最后他个心能 一切都是你冒想的话 这个肉体是你冒想产生的嘛 所以生病也是心病啊 这个身体的病也是心灵的病啊 你妄想里边有毛区 有症结 是吧 佛不是举例 大家都说不是吧 我这个肉体 心肝脾肺 是筋骨皮 我怎么能够妄想 持上关系呢 佛不是举例说 那你如果不是一粒心 你为什么想到清梅 你就吃口水呢 清梅是虚妄的 你想到一个清梅 清梅就并没有放在你嘴里 你怎么身体摔水了吗 你水大出来了 你身体跟那个清梅乱想 清梅是想象出来的吗 妄想也是想象出来 这个身体也是想象出来 水大 地水火风 这叫两个是通龙的 就是虚妄 就是说他两个是同力型的 佛还不是举例 我们现在就是 你想象一个很高潮的人 想象站在悬崖顶上 你就现在你脚底都成精 你的神经系统 他怎么你想象 你又没站在血压上 你又没站在楼房上 你说看那些照片 有的人站在楼房上自拍 你都脚底都开始摔麻了 你又没站在那 你为什么脚底摔麻了 你可要知道那是你的肉体 它是结构的 它跟这个想法怎么能吻合了呢 你就想了一念嘛 它就怎么来了 它是一粒心的 因为你的肉体也是妄想 产生的 所以你一想它就动 那是不动的地大 那是中的水大 你就一念想都来了 所以你这是个妄想啊 中一西一制妄想的 中一西一就制你这个地大水大的 是吧 五星平衡嘛 中一阴阳平衡嘛 不是制地水火风的嘛 这不是西一不就是 把你倒物质制的 中一倒七百质制 到神经济 到气流啊 低水火风到阴阳五星来制嘛 调平衡的嘛 对吧 而心理学跟哲学 把你倒心病制的嘛 心理病 但是佛的是心无一元的制啊 因为它突破了这种心啊 身啊这种 所以佛说所有病都是心病 但这个心就大了 不是你意识层面 它还该三界六道啊 因果啊 生生世世啊 这个心是无处不在的心啊 是吧 它所以比心理学更厉害一点 所以讲就像你看王福瑜什么 讲病 他讲本性 性病 他讲性 他不说讲心理病 心理意识 他不讲意识 本性啊 你的本性不对了 他也其实是佛法里边的 不管祈祷不赞阳 还是祈祷不斗心 怎么能分辨这是 就是六哥 除了我几度色了 还是 祈祷不赞阳的都懂色了 祈祷 不管祈祷什么都不斗心了 这个时候 不斗心你只是戒多识广了 你就是麻木了 你不是不在意了 知道吧 所以这种麻木跟不在意 你要分清楚 你不是正量境界 正量境界是 如果我 你不管听啥 我身边就是呜呜呜呜划封 你根本记录不了我心啊 知道吧 你那种声音 但是麻木是什么 我已经着想了 只是我不起反应了 那是就批他 就是心里边经历的太多了 人情事故经历的 他要麻木了或者是垃圾人 我就不跟你一般解释 你把他看低了 你没有平等性 就很多人在这说有那个垃圾 那个人骂我们在微信上不是经常说 不要跟垃圾人是争执 是吧 既然一旦你把那个骂你的人 变成看成垃圾人 这是你的平等性升不起来 首先他比你低而且他是垃圾 那即使你不跟他争执 那这个世界上如果是 你也就看到了 总共十个人有九个垃圾 你会开心吗 每天面对九个垃圾人 你会开心 就算你如如不动 你都活得不开心 太绝望了 我怎么跟垃圾人 住在一个世界上 没完没了的活 没有垃圾人这回事 也没有什么 主要是所有的外界 所有的一切 这是相对修行来说的 这个世界是有善恶的 是有垃圾有精子的 只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 平等性蛮重要的 那只是全体方便 比如说你已经心里很难受了 但是呢 你实在没办法驱逐这个难受 那就把它开成垃圾吧 这是个方便法 但是最终你知道众生平等 你看到垃圾也罢 你看到好也罢 善恶所有 是因为我们还在生灭法里边 我们受不了 知道吧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扯救了再说 你如果全身心地在修正里 这些问题就根本来不了 你在生活里 你直接在生活里边 折腾 你没把心放在修行上 你如果全身心地修行 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你在头脑里 在扇着 你的心不在修行 你修行如如不都在这 你睁着眼里都看不见人的 你安住在本心里边 本心 你睁着眼睛 你看你的六根 你睁着眼里都 也不见耳不稳 因为没时间 你没那个经理 你还要修定理 你没时间去矫正 明白了 你的问题不是这样 问题是没有安住在自个儿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